哎 巨峰呀 你怎么还在吃草呢 走了走了 你看看你这指甲都是什么颜色 我们去做美甲 巨峰的专属美甲室跟师傅已经到位了 我觉得其实它的体铁也好像女生的甲片 现在像不像女生第一步要卸甲片的过程 你看就是一样的敲完了之后 把长出来的指甲再剪掉一点 给你们看一下刚刚敲下来的角质 这个就是 因为这个跟人的指甲一样是没有神经的 所以不会痛的 是不是呀巨峰 是啊 我们一般都是先修这个里面 然后最后就剪一下这个外缘 剪一个完美的指甲下来 给你们看一下啊 真的小月牙 你看这就是她上次烫完体铁之后留下的那个绣剂 就说她脏了吧 你看这个打磨的跟没打磨过的 是不是不一样 把体铁从这个1000左右的柳子里拿出来 定个形状给巨峰上脚试一下 师傅已经淹没在这个烟雾之中了 巨峰上完脚之后颜色就直接变成了铁青色 既然体铁已经打磨好了 我们就上脚给她固定一下 师傅一给她剪那个钉碎 你看她的肉都在动 就是给我一副打磨一下 美甲图就差不多结束了 不提霜啥的也不能忘记哦 最后是一下新写字和不合脚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